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发发发一路发线上及时报道 今天是特别企划 要带大家来挖掘人民没发财 政府却发大财的谜 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则 远东集团在中国大陆营运的新闻 根据新华社报道 远东集团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工厂 被罚款和追缴的税金 多达4.74亿人民币 大约是20.6亿元台币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 及其相关联的企业和金主 根本目的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和两岸同胞切身利益 绝不允许任何企业 一边在中国大陆赚钱 一边给台独顽固分子充当金主提供金援 原来这个罚款及追税并不单纯 背后其实是政治在操作 其实这样利用课税的手段 嘿嘿 这并不是新花招哦 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台湾被不正当课税的受害者 也就是国税局背后操作的 请看以下影片 国税局要整你的话 它很简单 它就来查你的税 你就完蛋了 金额总共是1650几万 一张单子就跟你讲 你欠税的金额就是这些 政府就一直追税 追到现在我必须要缴7千万的税 为了告示 我已经缴了4千多万 我几乎对这个政府输去信心 国税局它突然给我来了一个总共架起来是一亿一千多万的税单 我为了这个案子 我连续六个月都没有办法睡觉 好几次都想从我住的酒楼跳下去 当时的财政部次长张胜和 跟他澄情 他说我如果不罚你 你会跟那些继承人勾窜 我继承人都跑光了 我会勾窜什么 而且这个案子是你们国税局申请法院指定的人 我会跟他勾窜 我等于帮你们解决问题 你要反咬我一口 这什么心态 这个我认为他讲出他心里的话 他就是把人民当贼 我就这样子就被拔一百多万 那个造成我大概有十年的困扰吧 这个对我来讲我是一辈子都不服气 对我这一生最大的打击呢 就是我们国家的税务法 先把人民打到地狱 然后再让你慢慢的减息国税 这样的方式 有人说我还跟康罗话 没有自杀真的是奇迹 我买卖不成立 结果国税局把之前的税全部加在我身上 我一路上就这样子没有人生 我诉求无门 我得了忧郁症 现在又得了癌症 他们还给我睡 难料我 想睡 我已经没有钱了 一百多万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大了 我已经没有办法 我二三十年我都没有工作 我一直生病 为了这个税 他们就拿了一把刀架在我脖子 你叫我要怎么活下去 我在死亡边缘 国家还不放过我 救救我 我二十几年 我已经撑不住了 国家还要跟我要钱说命啊 我要人民给我公道 每一个花名专利都要花了三四十万 才能够拿下来 十年来就申请了有一千六百张专利 领导人说要奖励我 可以拿专利做价 当你的股本 我傻乎的就拿了一张专利 然后去做价了 本来我公司五千万 然后我现在呢 做价了变成三亿 结果呢 到年底我马上要缴税 要缴一亿五千万的 我说我连卖股票都没卖 但是我就被瞌睡了 但是很不公平 我说那我股票原来一样 他也不愿意 他认为我的股票没有价值 把我的所有的财产 房地产 所有的银行存款 全部查封全部拍卖 所以我现在是什么都没有 你税务人员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你叫自己去纠正啊 你怎么会跟老百姓讲说 你这条例子告我啊 好像就说我就咬你嘛 我就欺负你嘛 你怎么样 我要求国税局长立即来一个礼拜 来退还我这个冤枉的税金 一百多万 即生机会在磕水的时候 他很简单 我最大 税单开出来以后 那人民说这不是我啊 不是我的税啊 这个税这个单有问题的时候 他怎么样 好啊那你举证啊 你有本事你举证 没本事你就缴 我的土地都被你征收 你叫我缴税 没有道理啊 那我税金我缴你的田还我啊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欺负那房子就被封了 我的行事判决不影响到他这个追税的动作 所以欺负的是一句 就是我所有的零头都追了 变成所有的存折大概都是你一样的 影片中有提到大发明家L博士的故事 国际知名科学家L博士 因经济不知一要回台 他以专利权作价3亿 成为公司资本额 但国税局却认定其 为出售专利所得 开除税单加罚金总共1.5亿元 以导致公司倒闭 多张专利都作废 而上次也看到L博士的另外一则采访 他说到 他现在就是每个星期去买威利财 只有借由中奖而缴税金了 他什么都没有了 所有的资产都被查封拍卖了 一个公司就被国税局单方面认定 被弄的倒闭 创造了许多工作机会 也就因此消失 台湾究竟是怎么了 另一名影片中也有提到 非常知名的税债户 是简永松先生 有人称呼他是 金融科技专利王 凭着自身努力研究创新 获得国内万纪50件专利 他善用网络时代创新 帮助中下街普罗大众脱贫 这样的好人 但是很不幸 他过世之前都没有得到评判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的妻子怎么说 在网络上呢 排名第五的税债户 叫简永松案 我先生就是简永松 那他以前是那个 街头的运动健将 为什么呢 他大二就被国民党抓去了 因为他反国民党 他想要为穷人争取一些权利 政治不是贵族的 大二就被国民党抓去 判了十年做了六年八个月 出来以后呢 国际特赦组织就找他 他是国际特赦组织 第一任的召集人 他还是绿岛人前纪念碑 他跟柏阳一起筹划的 就是坐牢 他是白色恐怖最年轻的政治犯 我跟各位讲这些 并不是讲这个多光荣等等的 我只是讲说 像我们这样的人 为人家争取权利的人 可是没有想到 我们还是受害者 我这案子就说 最主要就是89年呢 我们的税豹 有一个无形资产 我先生生病 他肝癌 所以89年初的就吐血 所以这样公司就停摆了 公共停摆 那当时呢 因为我们有代理这个狗的晶片 那时候呢 就有一个股市炒手 就找我们说 那他要搞一个宠物网 这样好了 他觉得这个联佣科技 这个传统公司不要 他改名好了 改一个 乔美国际网络公司 他投资5000万 那联佣呢 因为我们以前资本 是6600万 他说这样好了 你们无形资产给你们一亿好了 联佣公司变成个附属的公司 那乔美公司就来经营 其实呢 他进公司是5000万 美国进口1000多万的 那个电脑设备 加上装潢 六七百万 公园院的一些科技忙流 一下来花钱 差不多一年 钱就花光了 人就跑掉了 我先这段时间肝癌吐血 身体就不好 等等了 那93年呢 就正好的 他的表弟 就捐肝给他 到高雄长根医院去换肝 然后在高雄 调养一年 94年就回台北 可是那公司就废墟了 那怎么办呢 他社会主义者 他是左派 他就觉得说 他一生都要为这个 贡献给这个 中下节省的劳苦大众 所以他看到这网络时代 很多的网络商业方法 他就发明了很多专利 所以他是台湾 最多金融发明专利的人 好 那因为这样 他发明了很多专利 95年就有一个人投资 他同学投资他 那我们就开始 公司好像有点生机了 那他呢 在98年的时候 他看到 因为金融海啸嘛 因为这样呢 所以他成立一个互助保险 就乔安互助保险 因为成立这个呢 那其实我们最先有跟 那个金管会报告 金管会说乐观其成 结果没有想到 我们真的做了以后 金管会就告我们了 一百年金管会告输了 那因为这样 那主公司的就是说 有生机了 居然告赢了 那我们附属的这个联用科技 那至少也有 依附还有存活的机会 那股票也有用了嘛 我们就要做清算 我们就跟新店税金处说 我们要清算 就 因为已经停业十一年了 八十九年 一百年十二月二十五号 我们做办清算 没有想到呢 新店税金处就来了四百多万的税 他说 最低税复制等等等等 其实联用科技公司早就被新北市政府 勒令歇业了 可是他还是来四百多万税 那怎么办呢 我们会计师就说 哎呀搅一搅搅一搅 没想到搅一搅了四百多万了 接下来来六千多万 说无形资产要课税 无形资产那个条款 早就在93年元月一日废弃了 所以呢我们当时就说 那我们至少跟法院告好了 想尽办法了 筹了就上诉告了就三千多万 好几次呢 我们那个 我现在台下讲了康海激昂 台上的法官在打课税 我讲这么多 我其实非常感谢法税改革联盟 坦白讲 让我们有机会陈述 像我就说 我并不是说我多行 我这个街头出生的人 我很多事情 我的朋友还从网路才知道 我们是受灾户 我还不敢讲 我一直很想找城局 当时我先当国际特色组 第一任着几人的时候 陈举还是跟班的 还有很多党外人士 我都认得 怎么会发生这样呢 蔡总统啊 你现在要 要扳回 你那个论文门 那个耻辱啊 你就要赶快 把这些 这些很简单 这些很简单 不是那么麻烦的事 就解决就好啦 简永松这个名字 陈菊应该很熟 你现在是监察院院长 你应该听听人民的心声 影片中简永松太太 钟春兰女士说道 像我们这样的人 为人家争取权利 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变成受害者 在不公不义面前 所有人都不是局外人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台湾乌龙税单满天飞 每个人都可能收到 一张莫名的乌龙税单 这时候不站出来声援税灾户 督促政府法税改革 难道要等到收到乌龙税单那一刻 再站出来吗 那就来不及了 今天我们也很荣幸的 邀到有站出来的法税改革联盟志工小明 他要来谈谈他的看法 线上朋友大家好 我是法税改革联盟的志工 平常会参与联盟的阶宣 论坛等各项活动 也常听到税灾户控诉国税级的各项恶行 国税级把原来幸福和乐的家庭 追杀到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前行政院科技顾问 简永松被追税的事件 他不断向国税级陈勤 他生病期间公司根本没有营业 也没有开发票 不解为何要缴税 但国税级且贪笑 图奖金 坚持要克税 简永松用他的生命以国税级抗争到底 他曾在财政部广场前说 财政部的酷刑 财政部的恶劣 财政部的不守法 比任何人更加可怕 我为了台湾人民的生存 这个财政部的抗争 我死了 还有我儿子继续 我儿子死了 还有我孙子继续 简永松先生 招国税级用无形资产作价条例的解释含令 对解散清算的旧公司 不断开税单 被追税了7000多万元 为了救济进行诉验 以行政诉讼 他已经缴了4000多万元 期间 他向监察院申诉 监察院也说国税级错误 国税级也不理 左行政法院的诉讼 行政法院的法官 对人民有利的政绩 却视而不见 照抄税监机关 答辩资料就判决 而且已经过了5年 以7年的和克其效 然而至今税单 还是没有撤销 平民百姓为什么要做 如此激烈的抗争呢 可以理解的是 奉公守法的商人 却受国家机器 违法滥权的摧残 又一直无法获得平凡 才会做出这样的挤动 太极门冤错假案 抗争了25年 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为什么人民要花这么多的 能力 物力 以精神去做抗争 期望能有个公平 正义的税务环境 然而 税务人员为何又要这么积极的 从事克税的工作 主要是税务奖励金造成的 无法克服人性贪婪的弱点 乌龙税丹满天飞 多少缴一点 税丹开的越多 税务奖励金就领的越多 丹瓦宴早在93年就将它废除了 但是财政部至今能编列上益 预算发奖励金 不但公然违法取财 贪图奖金 违法克税 造成税灾户哀逢遍野 因此 个人以为应该同时从立法 司法 以行政着手 明文规定禁止编列 及发放税务奖励金 达到费奖金 救援案 护人情的终极目标 谢谢大家 谢谢小明 除了刚刚小明谈到的 简永松案外 还提到了太极门案 此案呢 更是专家学着口中的法税228 大家不能不知道啊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法税228 事件起来于1996年 侯宽人检察官带着大批警调 违法搜索太极门 哈吉姆 哈吉姆 哈吉姆是古老的七公无数小型门派 分宜里公英团里 思路关系的名门剑派 侯宽人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 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异品店买的桃木剑 呼止为养小鬼的证物 甚至说是利用怪异乱神来练财 It's all rubbish come on 节目主持人李斯端问侯宽人 你凭什么来断定有犯罪嫌疑 侯宽人说 我在他眼神中 看到散过意识 用眼神来办 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诉猪 侯宽人除了积压起诉掌门人外 也对媒体散布布实消息 毁损迷语 并且冻结掌门人所有财产 达身无分文 侯宽人更滥用权力 发文全国县市政府 命令解散太极们 并威胁恐恶 逼供受羁压的师徒 哇 这时代太憔悔了吧 侯宽人起诉内容 屋子弟子拜师时 赠与师父的禁师礼 是诈欺所得 并且要求法院没收 禁师礼 What's that? 禁师礼 是Ditz感恩师父愿意修徒的心意 是尊死忠道的标签 其兴致如同婚礼 偶尔封年国劫给父母的红保 其叔叔既然认定禁师礼是诈欺 要没收 就不该课税 但在案件未查明真相前 国税局竟然开出违法的税单 让太极们面临司法与税法的双重迫害 给钱给钱 历经十年七个月 在2007年 司法终于判决无罪确定 还给太极们清白 也认定弟子的禁师礼是正与性质 属于免税所得 而且无任何盈利贩售的行为 根本没有任何课税问题 照无辜积压的仕途均获得国家冤裕赔偿 街巢业更调查指出 活宽人检察官有八大违法 税圈机关有七大违法 虽然国家证明了太极们是冤案 国税局官员曾公开表示 法院的不算数啦 国税局这么霸道 将近20年不论太极们弟子 提出上万份的正与书正 都证明禁师礼是正与 教育部也正式表示 太极们不是补习班 总统府及武院也关注到此冤案 但国税局却不愿意面对真相 看不见看不见 财政部长张胜和当年任职台北国税局局长时 把正与的证据引力起来 伪造文书 谎报调查结果 欺骗国人 2012年国税局公告调查结果 再一次证明禁师礼是正与 国税局也终于承认太极们不是补习班 但国税局却还是继续对掌门人磕税 就是要给我钱 OMG 这时代太超过了吧 那不就白包 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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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被磕税咯 所以不论任何说法 国税局就是要你 付出钱 这么没人性的压榨人民 跟强盗有何不同 同太子门案可一挥不法检察官的烂权 国税局的无理八道 并凌驾义府五宴之上 但因此冤案 社会上开始关注付税人权的人越来越多 缴税是人民依法的义务 但不该缴税也不该强迫人民依法 据调查 台湾每年都有几百万欠税欠费案件 平均每四户就会有三户 看似平静民主的台湾 背后有多少税债户暗夜枯记 无处可生呢 真相只有一个 详情请上 WPN世界民报网站 www.worldpeoplenews.com 大家刚刚应该看得非常清楚了 专家称为法税228的太极门甲案 是85年以宗教扫黑为名 遭法税夹杀的整肃案件 法院都还给人民清白 行政院也召开跨部会议 要解决此冤案 财政部国税局竟公然毁约 甚至移送行政执行署 联手强行拍卖太极门土地 并收归国有 霸凌五院耗损政府呈信 台湾为民主法治国家 也施行国际人权两公约 行政机关因依法行政保障人权 让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在太极门案中 88年89年 当时的财政部次长王德山 王荣舟均曾表示 太极门税务院案 从刑案衍生而来 刑案无罪 课税处分就会撤销 96年司法三审判决 无罪 无欠税 但国税局却没有撤销 课税处分 99年立法院公平会之后 财政部次长张盛和 及中区国税局 同意撤回强行执行 并承诺于两个月内 解决太极门税务冤案 结果再度交票 101年公告调查结果百分百赠予 证据出炉后 国税局又违背承诺 继续违法强行课税 并且108年 国税局已将80年82到85年度 与禁施理相关之课税处分 更正为令 基于行政一致性原则 行政自我约束原则 禁反言原则 及宪法平等原则 同事实同证据的81年度 纵索税 亦因相同处理 分正为令 但少数政府官员 不仅毁约被诺 国税局及行政执行署 甚至为奖金、绩效、昧着良心 知法犯法 违背行政程序正义及正当性 联手强行拍卖太极门苗栗山区土地 正在二拍流标后 直接强行收归国有 违法强抢民产 一错再错 滥用公权力霸凌人民 国内外学者专家均认为 这明显是一件严重侵害人民财产权 且涉及迫害人民信仰、思想、宗教自由的重大人权案件 不但犯法违宪 更侵害国际人权两公约所保障之基本人权 台湾民主得来不易 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乃是立国之本 政府取信于民 以求获得民心 国家方能稳固 然而在太极门冤案中 政府官员一个又一个的谎言 一次又一次的违背承诺 一再失信于民 重挫政府诚信 人民如何敬重这个政府 政府应立即平反冤案 回归民主法治 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台湾更好 台湾更好 在太极门军案 就在前方穿过黑夜 拨开雨 总会影响阳光 因为爱 所以我很勇敢 向前走 向前走坚持对的方向 呼声浓浓泪眼交加 不怀疑我们拥有 天风低连的力量 因为爱 与你惊奇终于在花香 用爱克服工具 用心不停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埋开路 我们要坚定心情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一拖鞋就会失去影响 尽管那风雨飘摇 不怀疑我们拥有 天风低连的力量 因为爱 变变惊奇终于在花香 用爱克服工具 用心不停悲伤 尽管那风雨飘摇 也要勇敢埋开路 我们要坚定心情 一起影响未来 为爱勇敢 为爱勇敢 勇敢往前方 不拖鞋 一拖鞋就会失去影响 长夜将近 一铃火香 不怀疑 我们拥有 天风低连的力量 因为爱 天地荆棘终于在花香 因为爱 所以我们 勇敢坚持 我们要求 立即撤销所有的违法赛单 否则我们绝对会 全面 抗争到底的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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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召奖 反召奖 要平凡 要平凡 反召奖 反召奖 要平凡